卢兆林 灵丹妙药的受害者 作者苏英 朗读者蓝珊 关键词 初唐四节 丹药 疾病 自杀 景句 相思在万里 明月正孤悬 唐代奉道教为国教 很流行一些炼丹福尔之术 修仙碧谷之方 自皇帝已知庶民 有时举国若狂 说来有些调诡的是 对道教的尊奉 原本只是礼堂皇室的移民手段罢了 一来渲染出若干种合法性神话 屡屡有先人将士帮助灭随心堂 二来 道教始祖黎尔恰好与礼堂同姓 可以毫不费力地拉来认作祖先 自高身价 而愚民愚得久了 礼堂皇室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道教方术的迷狂 于是乎 福时求神仙 多为药所物 帝王接二连三地死于金丹中毒 就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没逃脱这般愚昧的死法 上有所好下必慎言 但凡有头有脸的家族若不供养几位道士 福时若干金丹 出门都会被人瞧不起 而那经历千辛万苦方才炼成的金丹 不可以是人白日飞升成仙而去 至少也可以趋病养生 延年益寿 倘若有人怀疑金丹的效果 他若不是真的愚蠢 就一定是标心立意 哗众取宠 金丹既然如此神异 如此珍惜 那么按照经济规律 市场间一定会流通有无数的伪劣制品 揍你是王公贵族 也难保不会买到假货 假冒伪劣和药品安全问题 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 道教讲究机缘 一粒真正的灵丹 只会在深山更深处 被某个新城的有缘人偶然遇到 于是那一天 长安近旁的中南山上 因病而辞官隐居的文坛名士 卢兆林偶然遭遇了一名 先锋道鼓的方氏 偶然从这位方氏手上 求得了一记道教至宝 玄明高 这个现代武侠小说里的烂俗桥段 今天旅游客们最常遇到的经典片局 就这样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的异渝 如此这般的真实发生着 卢兆林并非渔夫渔妇 而是出唐四节之一 是文化精英当中的药木议员 他以诗人的真诚 真诚地迷信着金丹的灵业 这也有病急乱投医的因素 自己偏有疾病缠身 一切要时又偏偏均告徒劳 那就煎一剂玄明高 期待他脱胎换骨 一斤洗髓的奇效吧 也许卢兆林与道术 终归缺少了一份机缘 就在肩服玄明高的时候 忽然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 卢兆林嚎啕大哭 哭到呕吐 呕到连丹药也呕出了大半 自此以后 顾及非但不见好转 反而增添了不少西极古怪的毛病 剑至手足精卵 再也无法自如行走了 俗话说九病成一 卢兆林病得越久 对医术便越是沉浅 虽然嘉靖早已被自己的病体拖垮 但凭着天下随人不识君的赫赫文明 常常有一些达官显贵 派人供给衣食与药物 他的基本生计倒也勉强无忧 早在多年之前的一次机遇巧合里 卢兆林幸运地结识了名医孙思苗 并且更加幸运地败在后者门下为徒 阴阳如何相继 五行如何相生相克 如何阳用其行 阴用其精 天人所同 凡此神傲的衣礼 节曲的口诀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背得纯熟 悟性也自认为不差 但病也只是依旧病着 痛也只是依旧痛着 除了自己的医学造诣提升到了 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之外 什么都不曾改变 或许买田置地 改换新居 可以舒缓一下心情 于是 卢兆林离开中南山 在巨祠山下 买圆树石亩 花大把的时间 在新居装修的各种事项上 自得其乐 新居就在营水之滨 卢兆林悉心指导仆人 环绕宅地开凿沟渠 将饮水引到自己的枕边窗外 但这又如何呢 终归还是病苦 还是诸事不顺 还是不开心 卢兆林又为自己挖了一处墓穴 如一位行为艺术家一般 常常掩握其中 在幽暗的光影 与冷冰冰的泥土气息里 自怨自意 自暴自弃 终于在花甲之年 不堪重负的卢兆林 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 与亲人道别 投饮水自尽 亲自为病痛缠身的自己 实行了一次并不安乐的安乐死 这样的死法 当然大大有备儒家伦理 而如果严格依照法律 那些与他郑重做别过的亲属 甚至还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 但事情终于还是风平浪静的过去了 世人同情卢兆林的遭记 自那个尚未诞生道学家的时代里 没有人会苛责他什么 回顾卢兆林的一生 实在是充满负能量的一生 他没读过不抱怨的世界 所以多病的身体 使他一辈子情绪低落 职业生涯的不顺遂 更加让他愤愤不平 他总是有抚不平的抱怨 说不尽的牢骚 而性与不性的是 他毕竟是一代文坛大家 有能力将这些抱怨 牢骚 倾斜笔端 写下一篇 极尽冗长之能事的舞碑 所谓舞碑 分别为 碑财男 碑穷通 碑稀有 碑今日 碑人生 看言之 人生处处可悲 倘若突然出现了什么可喜的事 那一定是为了某个更大的悲剧做铺垫 他也没读过 没有任何借口 所以还写过三篇同样冗长难读的世纪文 文中为自己的仕途言简找理由说 高宗之时推崇励志 自己偏偏以儒学为宗 午后之时施行法治 自己偏偏信奉道家的政治哲学 再后来 午后风禅松山 女女聘情隐逸的闲事 自己却行尽瘫痪 没办法应聘出山了 在每一个人生重大关卡上 自己为什么总是背逆于时代大势呢 郁闷的卢兆林为自己娶了个悠悠子的雅后 这更加强化了负面的心理暗示 自己的一生难道不正是既幽且幽吗 所以他的诗歌里 每每满意忧郁的色调 即便是那些本该以开阔激扬为主旋律的边塞题材 例如那首观山乐 赛源通节时路障第七连 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 影仪金秀北光断玉门前 既言归中赋 实看红艳天 这首诗你边防军事的口吻 边境形势险峻 大战意识一触即发 而这时候 我越发思念其万里之外的家乡 思念其守在家乡 等我归来的妻子 此刻明月孤悬中天 妻子一定也在遥望这轮明月 并在月光中同样思念着我吧 夜色淡了 月亮离我远去 月影已移至兴奴的金山之北 最后一线月光 也从汉家的玉门关上消影 这一个无眠之夜呀 倘若你能够听到我的心声 就请你时时留意南飞的大雁 留意南归的信使 等待我平安归来的消息 唐诗中所有边塞 归情望月怀人的作品 恐怕就要以 卢兆林这首《观山乐》为大宗 这样的诗 对后人而言 既是财富 也是障碍 核心意想都已写尽 修辞手法已真极致 要想别出基注 实在太不容易 卢兆林的诗 许多都是这个调子 既幽且幽 幸而意境辽阔而不逼则 他毕竟是一代文坛大家 名列出唐四节 即便身上带着再多的负能量 毕竟也不会永远演出 人间财节的辉弘气象 他的生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一个抱怨了一辈子 为自己的失败人生 找了一辈子借口的人 一样可以成为大师 当然他过得不开心 那是他自己的事 卢兆林名字考 卢兆林自生之 兆林一词的意思 很难缺考 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妙教 有张子房道亚皇忠 兆林代树 风云玄感 位为帝师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高度赞美 汉代开国名臣张良 据文选六成著 其中赵林代树一句 是说张良的行迹 可以与孔门高祖颜回 赵明以为临近 也就是交相辉映 足以并驾齐驱的意思 如果你爱刑侦探案 法庭抗辩 如果你是美剧迷 法律控 致年轻律师的信 将是你不容错过的系列 美国知名辩护律师 德肖维茨 对法律新人的三十七条忠告 人生感悟 经验教训 成败得失 职业规划 充满哲理 引人深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